大家好,官方又发爆料了 本次爆料的是豌豆药剂师1-5阶属性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技能吧 品质,橙卡,阳光200点 并且还在新家族里 新家族名字叫 变化莫测家族 芒菜金屡美女巫和南瓜巫师 或许会在其中 一阶普通攻击 它会锁定自身所在形的僵尸 随机生成一枚变形药剂 并扔出将不高于自身二阶的目标变形 根据不同的药剂品颜色 将会变出不同品种的豌豆 分别是豌豆射手、寒冰豌豆射手、暗影豌豆射手 需要注意 变出来的豌豆阶属会跟随豌豆药剂师的自身阶属 如果目标为大型僵尸或机械僵尸等无法变形的僵尸 则会直接造成伤害 同时在攻击后会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 直至再次攻击 二阶 提升药剂品可以造成的攻击 变形产生的豌豆阶属为豌豆药剂师的自身阶属加1 最高为五阶 及四阶 五阶豌豆药剂师生成的豌豆都是五阶 那么问题来了 寒冰豌豆这种植物并没有五阶 是如何计算的呢? 有待后续伤雀 三阶 提升药剂品可以造成的攻击力 减少豌豆药剂师的休息时间 四阶 提升药剂品可以造成的攻击力 种植时有概率释放能量豆大招效果 五阶 豌豆药剂师扔出药剂品后 会在目标所在的格子留下一滩毒物 下一个经过毒物的僵尸也会受到变形或造成伤害 毒物对僵尸产生作用后消失 或在持续一段时间结束后消失 大招效果 豌豆药剂师会向距离自身最近的三个僵尸投掷药剂 将其变形为豌豆射手或对无法变形的僵尸造成伤害 装扮大招效果 豌豆药剂师会向距离自身最近的三个僵尸投掷药剂 将其变为暗影豌豆射手或对无法变形的僵尸造成伤害 以上就是这个植物的所有属性 对此你们有何想法可以评论区讨论一下 感谢陪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